而这疫情也掀起了电商乐潮 主打生鲜产品的电商平台 冷冻鸡胸肉一个月就可以卖出30万片 接下来要带您到他们的工厂去看看 一包包舒肥鸡胸装箱减货 光是这一个单一商品一个月就可以卖上30万片 比超商还要多 这里是全台最大的生鲜电商工厂 年营售已经突破7亿元 员工靠着大数据分货准确率高达了百分百 而且就连速度也快了将近三倍 扫一下条码就能验证产品身份证 加速分货速度 让消费者从下单到收货最快只要一个半小时 下一步还要导入半自动化机器 来到冷冻室不再会使用单一减货 而是50张订单同一个品项 放在同一个箱子里的总量减货 减完货后我只要到这个机台上 看哪一个工作台是空的 然后点一下 它已经被指定了 就代表说等一下这个台 就会帮忙出货到消费者手上 减少八成的减货时间 要凭速度就是因为三月曾经一天 就创下600万的营业额 但要让出货顺畅 还得大量买断商品 维持至少两天的库存量 大量采购 不仅可以控管品质 也可以去控制我们的成本 让我们有更多的筹码 可以跟厂商去谈 你的品牌我们帮你到各通路各平台 以及爱上新鲜上面上架 那我们同时帮你做行销广告 大白虾在锅内快炒 不只帮客户做行销 也推出自由品牌 拉高商品定价 光是一年的广告行销 就砸了一亿元 虽然说广告费占了成本的两成 但由于大量采购之下 可以降低成本 也让毛利率上冲到百分之四十 因为我们跟工厂在光是打样 就打了五次以上 对去一来一回这样确认那个口味 是符合大众会喜欢的口味 利用大数据找出客户的喜好 再结合广告行销 电商业者找出营运的新模式 要直接挑战大型尸体通路 东森财经新闻 小竹专人新北报导 小竹专人新北报导